今天美國宣布 第一次對臺灣提供八千萬美元的外國軍事融資 叫做FMF 那你看到這個美聯社的報導 基本上說這個錢 通常是為了主權國家 有主權國家才有這樣的資格 那所以八千萬不多 但是是不是就把臺灣當成主權國家 所以外國媒體也說 通常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通常也不表示一定 那另外美國前國安顧問歐布蘭 說中國兩年內會犯臺 所以美國需要幫助臺灣來備戰 不過當然歐布蘭這個語不禁忍 死不休勞 他曾經說臺灣應該變成一個自衛之島 要提供臺灣大量武器 美國那在解放軍登陸前進行第一波攻擊 包括兩千多個警察局 能夠部署四箭飛彈 要建立一支訓練有數的民兵隊伍 抵禦中國進犯 另外如果中國打臺灣 要把這個臺灣的半導體 臺積電什麼都給他摧毀掉 免得被老共所用 然後臺灣應該交全民使用武器 如果有好幾百萬人會使用 AK四十七步槍 那老共就會害怕了 另外中國可能在兩年內入侵臺灣 所以美國應該幫助臺灣來備戰 FNF外國軍事融資 今天這個消息出來八千萬美金 其實這個臺幣就是二十五億多 二十六億的一個經費 我們看那個相關的官方網站的報導 是說這個FNF是可以貸款 也可以免無償的來做一個贈語 那到目前為止 國防部第一時間是講是說 沒有細節要說明 沒有進一步的說明 我想明天就是立法院開議了 可能這個議題會在外交國防委員會也會有持續委員持續的關注 那國防部能夠給我們什麼樣的答案 以及我們想要瞭解是說 到底美國對於我們臺灣的這樣的一個 不管是給軍事的武器 還是說給軍事的服務 到底範圍在哪裡 我想這也應該要進一步的說明清楚 讓我們所有的國民知道 但更重點是什麼 中華民國本來就有錢也有主權 其實我們要的是 不是說除了這個無償以外 我們要的是說 我們其實自己也有編列相關的軍事費用 國防費用 我們也支持國防 所以如果說可以賣給我們想買的武器 我覺得這可能會是更加的實際 跟更加的現實 不要我們臺灣兩千三百五十萬人共同共識 應該是我們不希望戰場發生在臺灣 我們不希望未來有焦土戰或巷弄戰的發生 其實這一點就回歸到上一段節目 我們討論到的 英國國會也講說 這個承認臺灣是一個主權的國家 但是國民是中華民國我想各界我們都呼籲要重視中華民國存在的事實 這一點是毋庸置業兩千三百五十萬人共同就是我們的國家是中華民國 國旗是我們青天白日滿地紅 那但是重點在於是你國會講了這樣的話之後 後面有沒有實質的幫助CPTPP裡面有提到啊 也講是說那是應該是要讓中華民國也加入CPTPP啊 那目前的進度在哪裡已經又快兩年的時間了還有不要忘記喔我們除了這個以外 我們更希望是說能夠有國際上更多的一個參與啊 包括我就記得兩年前我去英國參加COP26那個氣候高峰會 而我們回來之後也在去年朝野一起推動了氣候變遷應應法 二零五零淨零碳排要立法了 如果說淨零碳排這種全球性的氣候變遷議題 能不能中華民國以官方的立場也可以加入 我想這就呼應剛剛趙先生講的嘛 如果真的承認中華民國主權獨立國家的話 那我們是不是應該可以進一步的討論 能夠有主權國家的一個地位跟發展的項目 最後民進黨的代表很喜歡講是說 我在幫民進黨講一下話說真的 如果說自己成績做那麼好 你不用講話國民都感受得到啦 那現在民進黨過去七年多 最喜歡講說台美關係史上最佳 也一樣的道理啊 能不能有實質的代表貢獻以及成績 真的讓國人感受到 而不是一味的都讓我們覺得是說 台灣越來越走向戰爭的邊緣